Lady Lucky's Morning 大家好 我是龍哥 今天我們又來跟大家開箱這個蒙面超人 這次要開箱的產品就是蒙面超人第蒙絲 也就是蒙面超人Refry裡面的蜘蛛盒 外殼包裝也沒有什麼特別 跟上次的蒙面超人D4差不多 裡面有附一把手機變形的槍 有本體 有一個現鼠還是硬鼠的印章 有一個本體的蜘蛛印章 還有附左手四隻手型 不同的手 右手有五隻 應該是右手多一隻拿印章的手 我們看到整隻的造型都不太平衡 因為你看看上一隻的蒙面超人D4 它兩邊都是平衡的肩甲 它這一邊是不平衡的 右手邊是 這個位 肩頭位是有一隻蜘蛛 去噴蜘蛛網 去包住它的上半身 形成一個裝甲 它的頭部也是有蜘蛛網噴射出來的 它的頭部也有 好像蜘蛛一樣的結構 有無數對的腹眼 這樣有三對腹眼有六隻 它的 這個變身器 肌肉線條 都做得不錯 好好的 做出來 不過可惜的是 它整個屏幕都是黑色的 而沒有做到那種 好像 螢幕的感覺 它的主打色 我覺得應該是 這個 藍色 應該都是 因為你看到它的 肩甲 頭部 腳 這些位置 都有很多 寶藍色的感覺 然後又有很多 紅色 黑色 銀色 做這個 邊線的處理 我們來看看這隻 帝蒙斯的可動 先 按照常的 左右 搖頭 是可以的 左右 看 向上的話 它這個 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上一隻 它向上 好像 沒有什麼 做到 這樣 它 右手 的提起 因為有這件 肩甲的擋住 所以只可以去到 這樣 提起一點 一點 它的 彎曲 手的彎曲 最多是 這樣 因為有這個 擋住 就不可以摺起 有肩甲的擋住 那我們的 左手 左手 也是因為肩甲 的 而不可以 提起到 90度 最多 去到這 這個位 我們 這隻 手的彎曲 也是一樣 都是去到 90度 它這個姿勢很帥 這樣做完之後 好 那它的腳的向前提 是幾乎可以去到90度 不是 是 是 幾乎去到90度 那它的向後提 依然是 少少 那它的腳的 這個彎曲 是可以 這樣 貼起來 貼起來 那它的腳的位置 亦都有做到 這個 分層 是 亦都是為了 更好的 站穩 依然是 有分層的設計 那這個 蒂蒙斯 去到 後期 亦都被 這個博士 利用 這個 變身器 去量產 那 就 出了 兩隻 這個 士兵型的 這個 這個 蜘蛛盒 那 塗的話 我就會放在旁邊 那 那 今天條片呢 到這裏就完 的了 如果喜歡的話 不妨給個LIKE 同時分享給你的朋友仔 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蒙面超人的東西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出片可以第一時間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